我要分享的是第四節 這樣在神面前人怎能稱異 約伯他的生命其實是一個很奇妙的生命 因為他以前的祝福看似祝福 可是不是真正的祝福 我們知道真正的祝福是從神而來的 可是當他三個朋友選擇用賞善法惡 就是這個錯誤的信仰來跟約伯對話的時候 我們會看見說神要賜福給我們 但是我們的思維裡面 我們所謂的成功與興盛 好像在聖經會提到說 什麼是神的價值觀 我們了解到神是一切供應的來源 然後神也是祝福的來源 但是我們在我們的生活習慣當中 不知不覺我們會開始 我們會敬拜祝福 我們會敬拜豐盛 我們會敬拜說 這個人他的生命 他領受了這麼多的祝福 我好渴望有這樣的祝福 有幾棟房子 有多少的存款 我們會敬拜這樣的祝福 可是我們卻忘記了 我們真正要敬拜的是 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也就是我們的神 所以當我們活在一個賞善法惡的信仰當中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就會按行為 來定罪自己也會定罪別人 然後這也就是 在這樣的崇拜當中 人不是在敬拜神 而是在敬拜行為 你有好的行為 然後你就是值得 也就是很容易躲在那個 我們講的那個聖俗二分法 什麼是聖的什麼是俗的 然後常常就要認罪悔改 然後再讓自己回到聖的裡面 可是我們卻忘記 所以所有一切的萬物 都是神所創造的 也就是換句話說呢 就是當我們把行為 帶到我們的信仰裡面的時候 就是在我們宗教當中 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崩盤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在我們整個社會結構 也是一個我們整個社會結構的崩盤 因為當我們用行為 進到關係裡面的時候 我們會開始 我們在我們的家庭裡面 我們會把人的行為 看過盛世一切 我記得孩子今天有一個好的成績 然後我就覺得 哇 那他就是我的 他就是我的榮耀 可是我卻忘記了 有一位神在掌管 宇宙萬物的主宰 所以我們的家庭 也就無法讓神來掌權 那因此我看到約伯 他為什麼需要有面 他為什麼需要面對 他三個朋友 因為不管三個朋友 怎麼說約伯 其實約伯他沒有辦法接受的 是因為他的朋友的定義就是 惡有惡報 所以他是個惡人 他注定要失去產業 失去孩子 失去健康 那我們會了解到說 真正在我們生命中掌權的 並不是一個賞善罰惡的信仰 而是這位真正掌權的是 萬君之耶和華 所以在25章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他講到說 神有治理之權 有威嚴可畏 但他在高處施行和平 那約伯 約伯他沒有辦法接受他 三個朋友幾輪 這樣子來跟他的唇槍舌戰 雖然約伯的情況其實沒有改變喔 那個時候 他一樣是在一個困苦當中 他還是在受苦的裡面 他失去了他的產業 失去了他的孩子 他也失去他的健康 他在人生這麼多的艱難裡面 他已經沒有豐盛 他也沒有祝福了 我覺得神透過約伯祭有沒有 要讓我們再一次回轉歸向他 當約伯的生命中沒有祝福 沒有豐盛他失去所有一切的時候 他失去所有一切的時候 約伯仍然是這整篇訊息的關鍵人物 因為他有一位神 所以為什麼我們需要回轉歸向神 那我的 我的結尾我想落在羅馬書3章22節 就是神的義 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 並沒有分別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季節裡面透過約伯祭 神也要讓我們可以 再一次回到因信誠義 因為我們活在這個社會裡面 我們不影響周圍的人 就是被影響 所以我們太容易回到職場的時候 我們其實被我們周圍的 周圍的同事 然後或者是我們所相處的人 我們的信念系統其實 常常是被影響的 所以呢在這個季節當中 我們需要再一次回到因信誠義 因信誠義 因爲因信誠義的信仰呢 是能對抗我們整個社會的價值觀 從因行為誠義走到因信誠義 那我覺得這個也會幫助我們 因為牧師他這禮拜在講到他的信息 其實牧師講到的就是 神的屬性就是盼望 當牧師在講的時候 我也感覺到我們當中 有些弟兄姊妹 你正在一個低潮 你正在一個深坑當中 你正在一個無理的裡面 或者在一個很深的痛苦裡面 但是你要相信 我們的神 祂的屬性就是盼望 神透過牧師的信息 其實要再次點燃我們裡面的熱情 點燃我們對神的熱情 點燃我們回到那個起初的愛 讓我們的生命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無限的疊崩盤崩盤崩盤 而是我們可以回轉歸向神 當你回轉歸向神的時刻 你僅僅抓住這位神的時刻 我們神的屬性他就是盼望 那個盼望會帶下我們生命中極大的能力 所以我在約伯的生命當中 我也看到因為他抓住神 所以他的生命力 就是一個無限的擴張 在很多時候 情況或者是周圍的人 要把他往下拉的時候 他不再被人影響 也不再被情況影響 而是他看見神的同在 所以弟兄姐妹我也覺得 我們必須要起來 起來再次來抓住我們的神 如果你現在正在生坑中 正在痛苦的裡面 其實神透過牧師的信息 就是要來告訴你 有一位神祂是釋盼望的神 讓你在這樣子的艱苦當中 困難當中 你來仰望這位神 來支取祂的能力 要成為你的能力 我裡面很焦慮很恐懼 我們很難 觸碰我們的心 所以我們習慣 焦慮的時候 就用壓別人 不 神是什麼 他有自理之權 這我們就來宣告 宣告 其實我們的表達很容易 就把別人壓下去 幸福小組講到 要公心不公 可是我們忍不住 在各樣的表達 還是很喜歡說服對方 說服對方 你是錯的 我是對的 我的認知對的 你的認知是錯的 但你不知道 說服對方這樣 你就輸了 可是人很困難 所以在這個約伯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也遇到很多人在 在這個過程很抱怨 但是我們也很難承認說 你這樣我好緊張 你這樣我好焦慮 我們很難 然後我們就要說服 不是這樣的 你看你就是這樣想 才會生這個病 你如果不要這麼想 你就不會生這個病 其實神是怎樣 我們很喜歡去說服別人 我也是這樣 說服說服到最後就吵架 一定是吵架 約伯就跟他們 因為你會越聽越氣 對方也要說服你 對方也要證明說我是對的 其實到最後都在善惡術裡面 我們怎麼能夠回到生命術 承認我這個過程 我很痛苦 我聽到你的表達 我很有壓力 那是就是 承認我們自己的這個過程 第二個我您講的 因心誠意 我也是要談到 牧師這裡面的信息 其實整篇裡面 整個約伯系 談到的是忍耐 對苦難的忍耐 其實神也談到神的忍耐 神對我們的忍耐 忍耐到我們 忍耐到 忍耐我們從這些 治愈裡面出來 忍耐我們開啟 忍耐我們明白 其實神也在忍耐 其實大家都在忍耐 其實我們有時候牧羊的過程 也要忍耐 因為忍耐這些人 就是目前就是沒開竅 為什麼要回到因心誠意 你要來相信神 神真的有祂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沒開竅 就是沒開竅 可是突然間開竅 突然間就翻盤 你說你為什麼會開竅 不知道 也不是你做了什麼 也不是你努力跟隨 其實就是神的簡訊 所以劉童說 有些人你每天牧羊他 盯他 探訪他 他說你都沒有照顧我 你都沒有牧羊我 但是有些人 你根本不理他 也不知道他是誰 因為人多 他自己就有一個渴慕 然後說謝謝你 你都牧羊我 你都餵養我 所以常常是這樣 所以各位同工 我要鼓勵你 勇敢 因心誠意 相信神 你在做牧羊 相信神 相信神會工作 相信神會在人生上工作 我剛才講到忍耐 忍耐 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 當這個過程 你就盼望出來了 然後盼望不至於羞愧 我要求主 因為牧師常常就是有一個零首 覺得五行結完 的一個信心 我們要有盼望 因為聖靈來了 聖靈來 聖靈會做所有 你做不到的事情 聖靈怎麼做 你也不要限制他 你也不要設定 他只能這樣做 你說聖靈來了 誰就翻轉了 但是神可能這個時候沒有翻轉他 翻轉另外一個人 所以親愛的牧羊同工 因為他說 所示給我們的聖靈 將神的愛 浇灌在我們的心裡 你知道神如此愛你 你就有盼望 即便這個過程 你還沒有看到果子 即便這個過程 還是很多的艱難 很多的患難 但是患難就會生出忍耐 我們怎麼樣在牧羊上 可以栽種下去 接下來 幸福小組完了 有些人受洗 有些人沒有受洗 不能放棄 因為已經 很多幸福小組已經扎根下去 如果他還樂意跟你接觸 你就繼續要跟進 繼續跟進 我們不要想說 我幸福小組完了 你就應該受洗 不然我就是一個失敗者 不 他還在跟你接觸的時候 你已經成功了 然後慢慢的這個過程陪伴他 陪伴他 他可能要兩年才受洗 可是經過兩年才受洗的這些人 他不會流失 因為他在累積他生命的根基 馬上受洗完了 馬上走得一堆 所以要有耐性 忍耐 我要講到神忍耐 我們也要忍耐 忍耐這個果子的成長 忍耐這個果子 慢慢慢慢孕育孕育他的生命 這個過程都是需要很多的忍耐 那你會看見神一世之間 就整個翻轉 那你起來我們來禱告 為我們整個教會 在進到十二週年 整個牧羊體系的改變 讓我們可以有一個信心的增長 成為一個信心的聚 我們同聲開口來禱告 主要是得我們來到你的面前 是得主我們仰望你 主要你要在我們教會中做奇妙的工作 主要我們奉你名宣告 是得主要在我們的牧羊上面 是得主要你要加進我們信心的恩高 是得主要也在我們整個教會的轉型過程中 是得主要讓你信心的大能 能夠充滿教官在我們當中 是得主我們謝謝你 是得主我們再次來到你的面前 是得主要求你用你的功 用你的全能來充滿我們 是得主要讓我們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 是得主要我們只有忍耐生腦煉 是得主要讓人生盼望 是得主要在這樣子的環境當中 是得主要把一個是得主要忍耐的心 是得主要把一個盼望的心 是得主要放在我們每個同工的身上 主我們謝謝你 天父愛子來到你面前 主我們感謝讚美你 是得主要讓我們真知道 主要我們所依靠的是 信心創始沉重的耶穌 主要真知道你為我們所成就的 主要是超過我們所求所向 主要求你親自的 主要加添給我們一個鋼強壯膽的心智 主要真知道在一切的困境當中 你也親自為我們開道路 主要讓我們平信心 主要來領受 主要真知道 主要你親自為我們施展你的能力 主要移聚在一切的困境的裡面 主要你必為我們預備 主要讓我們信心能夠在一切的患難當中 主要生出忍耐 主要忍耐生出老練 老練生出盼望 因為你親自與我們同在 主要我們讚美你 Amen Amen 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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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